我那時候在做這張sled的時候 我有一個題目 題目就是文藥謙卑不滅絕 那時候他們現在死過翻生了 他們現在回轉了 那究竟上帝的憤怒是不是還在他們身上 還是他們真的有可能從這個秘魯裏面復活出來呢 其實歷代之下有一個金句 我都說平時我不喜歡這些人背金句 但這個金句是值得的 歷代之下在所羅門獻殿的祈禱當中 上帝是講了一個很重要的認許 歷代之下第七章第十四節 有歌仔唱的 I my people who call by my name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謙卑自己 討告 尋求我的面 轉來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 射免他們的罪 医治他們的地 這有很多個主要的詞句都在這裏 當然討告就不是說你有沒有討告 有時我們跟某人在談 他覺得最近這些運氣不是很好 已經想了很久都想不通 有沒有討告 哎呀沒有討告 其實不是你有沒有討告那件事 不是做漏了一件事 即是不用擔心這件事 你不會跟你算這些 而是他有沒有一個真正悔改 祈求的心 這樣說的意思 OK 好 還有兩節 我必爭眼看 則以停在此處所欠的討告 這個此處就是聖殿 聖殿很重要的 現在我以選擇者殿 分別為成 這個殿是說什麼 耶路撒冷的殿 分別為成 這個殿跟其他所有的殿都不一樣 使我的名永在其中 我的眼我的心 必時常在那裡 所以對意識的人來說 這個殿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這個殿現在去了哪裡 沒有了 後來重建了 重建了也很廢的 你記得 我不知你有沒有看 後來黑蓋書那些 那些人哭了 因為那些殿很小 都不像以前那樣大的 即是我們公理堂就越起越大 它是越起越小 所以你想想 如果我們這棟樓沒有了 跟著 起回以前四樓 大家就拍了手 即是我們倒是在後面哭 哭什麼 以前那棟二十四樓 現在登上四樓 很慘 你明白嗎 即是這樣的一個 reverse 的建築 如果你記得 那個殿很小 但到了耶穌的時代 就是希律就建了很大的殿 很漂亮 就是整個奧林匹克運動場 這麼大的 但結果耶穌說 這個殿是廢了 你記得嗎 耶穌走進去 我上個禮拜也有個弟兄問我 關於耶穌詛咒那棵樹 那棵樹不是很多知覺的 是不是 他說為什麼 為什麼耶穌不祝福那棵樹 讓它有果子 要詛咒那棵樹 我說這是一個預言 預言就是 那棵樹就好像以色列人的殿 那個殿很宏偉 但進去是沒有 福音 或者沒有天國的果子 於是耶穌咒這棵樹 等於耶穌在咀咒這個聖殿 告訴你這個聖殿很快 上帝就會滅了 這個聖殿 如果上帝有沒有滅呢 是有的 是不是很快 是很快 多快呢 四十年之後 四十年之後 就是AD70 大家知道 七十年 羅馬人進駐耶穌撒冷 就把那棵樹拆掉 所以今天剩下的 是很長的 是不是 但是 所有這些東西 你記得我們在讀《舊弱的東西》 是影子來的 上帝是選擇了這個墊 上帝是必是常在這個墊裡面 分別為聖的墊 這個墊就不是在說這個墊 是在說耶穌 所以耶穌上十字架的時候 他說 拆毀這墊 三天裡面 我會重建一個 不是人手所做的 是不是 他在說什麼 三天裡面重建 三天怎麼重建 這棵樹在46年才建造 那你怎麼建造呢 他是在說他的復活 三天之內他復活 所以 今天我們在說的電 這電是上帝所揀選的 這電是被分別為四 這電 上帝時常在裡面 就再不是在說 耶穌撒冷的電 或者公理堂 或者什麼 雖然我們都叫這個地方叫聖殿 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如果你不能進來 在下面祈禱也差不多 為什麼呢 因為在耶穌的裡面祈禱 你就在一個聖殿裡面 你再不需要一個實實在在的電 所以你看到這些東西是指向將來的 OK 你說了那麼多 其實是在說謙卑 在說轉離惡幸 上帝就會審判 OK 我想和你們看兩個case study OK 兩個在《獵王記》裡面黑過蜜豆的軍王 一個叫做羅波安 另一個叫做馬拿西 兩個在《獵王記》裡面都是壞人 極壞的 但是你看一下 在《歷代誌》裡面 他怎樣去講羅波安的故事 馬來西亞的故事 全以色列的祭司和利美人都從四方來歸羅波安 這裡講過什麼呢 就是南北國分裂了之後 那些壞的祭司其實在北國 這些好的利美人來羅波安 羅波安是所羅門的兒子 所羅門的兒子羅波安強姓了三年 因為這三年他們遵行大衛和所羅門的道 羅波安的國穩固他強姓的時候就離棄 耶和華的律法 全以色列都跟從他 羅波安皇帝五年埃及王適拿上來攻打耶路撒冷 因為他們背叛了耶和華 上帝使用著埃及王來攻打耶路撒冷 這是一個前瞻來的 前瞻是甚麼 巴比倫 巴比倫有一天會來 但是這個是小型的巴比倫 於是以色列的領袖和王都謙卑 哇 哪有這麼好呢 列王記是沒有這樣的東西的 但是這裡加了他們 於是他們甚麼 謙卑說 耶和華是公義的 哇 我們該死啦 耶和華真是好 耶和華見他們的謙卑 你看到嗎 耶和華的話就臨到司馬雅說 他們記謙卑 我必不滅絕他們 所以謙卑就是上帝不滅絕 我要使他們暫時得拯救 不值著 是拿的手 將我的怒氣倒在耶路撒冷 這是甚麼叫暫時的拯救呢 因為這個是前瞻來的 最後 巴比倫來到的時候 他就沒有拯救了 亦都是代表他的謙卑 其實是很暫時的 之後就不再謙卑 然而他們必作是拿的撲人 好叫他們知道 服侍我與服侍地上幫國有何分別 王謙卑的時候 耶和華的怒氣就轉燒了 不傳言滅盡 ok 即是因為他 稍後才跟你說我怎麼看他的謙卑 並且在猶大中 情況也有轉好 羅波安自強在耶路撒冷作王 哇 寫得挺好的 講這個羅波安 因為他的謙卑 上帝就不滅絕他 然後還有機會繼續做王自強 我們看看第二個案子 然後我告訴你 我怎麼明白他們的謙卑 第二個案子 更有趣 第二個案子叫馬拿西 馬拿西 如果你看《列王記》 這是《列王記》 《列王記》 他簡直是告訴你 為什麼最後是秘魯巴比倫 是因為馬拿西這個人 就是他壞 然後後面那些人 不斷跟著他壞 沒有人就是因為他 所以真的黑過墨斗 在《列王記》 裏面講馬拿西 頭兩節 其實有很多十幾節 我先看兩節 跟著我和你去列代字 馬拿西登基的時候 年十二歲 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五年 其實很久了 即是六十七歲 到死的時候 但五十五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馬拿西行《列王眼中看為惡》的事 《列王眼中看為惡事》是哪裏出來的呢 《史詩記》 《史詩記》的讀 到這裏繼續在蔓延中 敲發耶和華在以色列人面前 趕出列國那些可爭的事情 耶和華是將以色列人帶進這個應許之地 去趕進這些列國 是因為列國所做的事 可爭 誰知道以色列人做回列國所做的事 你看到嗎 這個就壞了 這兩節就是《列王記》下講馬拿西的起頭 我現在想看看歷代詞 有沒有發現基本上是完全一樣的 那頭兩節 除了他行耶和華 前面就是馬拿西行耶和華之外 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畢端 即是說 其實《列代詞》是在抄《列王記》的 馬拿西登基的時後十二歲 在耶路撒冷作為五十五年 他或者馬拿西行耶和華眼中學民國的事 趕效發耶和華在以色列面前 趕出的列國那些可爭的事 現在的故事繼續了 繼續的仍然都是跟著《列王記》的 他重建重新建築他父親希西家所拆毀的丘壇 希西家是好人來的 希西家拆的丘壇是拜偶像的 他現在將它重建 為朱巴力建坦 做阿錫勒又敬拜天上的萬象 即不是喜歡看星的 即是拜天上的神明 侍奉他們 他在耶和華殿宗祝壇 這個不是幫耶和華的殿祝壇 而是在耶和華的殿宗裏面 敬拜外邦人的壇 你明白嗎 即是我們現在在耶和華的殿宗 接著我高舉 有沒有人要來祈禱可以發大財的 請 完了崇拜之後來到前面 或者我明天開一個特別的特會 為大家發財祈禱 這個叫做在耶和華殿宗祝壇 雖然這件事可能你想不到一間教會做 其實很多教會都在做這件事 只不過他不會像我講得那麼白 即是我們今天有誰想發財的 穆斯要幫你祈禱幫你祝福 其實很多人都在做這件事 這個就在耶和華殿宗祝壇 耶和華曾指著者殿雪 我的名必永遠在耶和撒冷 這個即是涉足神靈 他在耶和華殿的兩個丸子 為天上的萬象祝壇 這個繼續 並在因亂子谷使他的兒子驚火 即是奉獻他的兒子 因為當時那些加藍人是流行做這件事 即是愈是寶貝的東西 愈是得到神明的照顧 又觀聲像行法術 行邪術 求問招魂的和行無術的 多行也和華眼中看為惡的視野他法露 看到嗎 直到現在這裏 都是跟聶王記很相近的 或者是直抄聶王記的 還有 他在上帝殿中立雕刻的偶像 上帝殿中立雕刻的偶像 即是我整個富貴貓在港台上 真的很厲害 在十字架旁邊整個富貴貓 上帝曾對大衛和他的兒子所當門說 我在以色列之派眾所選擇耶路撒冷和者 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遠 上帝選了這個是聖所 他竟然把一個富貴貓在那裡 只要以色列人緊守遵行 我直摩西吩咐貪門的一層 這是正面的 正面 他沒有做的 只要以色列人緊守遵行 很簡單而已 緊守遵行 一切的律法律例簡章 律例簡章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是生命記的詞句 生命記的 我就不再使他們的腳挪 而離開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 你可以長居此地 馬來西忍有 馬來西真是衰 忍有猶大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惡 比以色列人面前鎖面的列國更嚴重 之前跟列國差不多 現在比列國更衰 這個人真的挺黑 接著就開始有些不同了 耶和華警戒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們卻不停 所以耶和華使阿術王的將領來攻擊他們 用手扣住馬拿西 用銅鏈鎖住他 把他大盜巴比倫 這個我從來在之前的聖經是從來沒有讀過的 我們不知道上帝懲罰他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從來不知道上帝是這樣懲罰他 我們從來不知道他有一段日子是去了巴比倫的 這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以色列人後來去了哪裡 去了巴比倫 你一看到他又去巴比倫 他在吉蘭的時候 狠求耶和華他的上帝 並在他列祖上帝面前極其謙卑 你不要先問他真還是假 但是他現在去了巴比倫 在吉蘭的時候 狠求耶和華 還極其謙卑 你看一下下文 如果馬拿西都可以回到耶路撒冷 那你和我有沒有盼望呢 有盼望的 馬拿西怎麼樣呢 馬拿西祈禱是否厲害 所有重要詞句都出來了 又謙卑又懇求 接著現在祈禱了 我忘記祈禱很厲害 立刻祈禱 牧師說要祈禱 他祈禱耶和華 耶和華就應允他 好像耶和華一早說定 誰聽他的吐告 使他回歸耶路撒冷 不單止回歸耶路撒冷 回歸耶路撒冷 做乞衣那怎麼辦呢 他們現在回歸耶路撒冷 做乞衣 回歸耶路撒冷 回歸耶路撒冷 贏助王位 我們有沒有希望呢 有啊 雖然我們現在做乞衣 我們還未可以有個王位 我們的國度還未來 他才知道 唯獨耶和華是上帝 厲害嗎 你想想這兩個case study 在說些什麼 尤其是馬來西的case study 他只被人抓了去巴比倫 接著在巴比倫 那裏懇求謙卑 回到去 還做回皇帝 那就是說我們呢 其實有沒有可能呢 有可能 如果我們極其謙卑 去急爛 這樣 我看完最後兩節 接著我跟他解釋 我怎樣去明白 這件事 還有馬來西 馬來西除掉外邦人的神像 這個代表他的悔改是有些真實性 就是離開他的惡行 你記不記得那個字嗎 他除掉外邦人的神像和耶穌 這就是應驗之前說的 你一定要離開你的惡行 你不可以就這樣口說 他重修耶穌華的祭壇 再壇上 獻平安祭 感謝祭 假設是好東西來的 並吩咐猶太人 施風耶穌華以色列的上帝 他的祖告 上帝怎樣應允他 他未謙卑以前的一切 罪遣過範 以及任何建築的休坦 設立的阿錫勒 雕刻的偶像 漢娜 都寫在 河塞的書上不知道河塞是甚麼 總之他說 他做的壞事全部都寫出來 即是說 你們自己有沒有做過甚麼壞事 都寫出來 然後逐個去Undo他 逐個去剷回他 這樣就對了 然後馬拿西和他祖先同歲 葬在自己的宮中 他的兒子阿門 接觸他作王 當然你繼續看下去 發現阿門就跟他的壞事 他不會改歷史 但他加了一些東西 加了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從來不知道 馬拿西在急爛中祈求耶穀華 然後他還可以回去作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OK 好 那我先講一下 我需要澄清 馬拿西是否信主 如果今天你上到天堂 我上到天堂 在天堂會不會見到馬拿西 我想可能性是極低的 OK 我想告訴你發生了甚麼事 如果你有機會去聽我說約拿書 這些約拿書去到一個位置 來來未 人們非常悔改 其實歷史學家都知道 來來未的悔改 都是很短暫 然後他又是繼續殘暴地對待以色列人 他的悔改就不是真的當上帝是上帝 還有另外一個悔改 你也值得去想想的 就是但以理書裡面 尼布甲尼撒 有一段日子 就是做了一隻狼人之後 結果回來醒來的時候 他都說 說到上帝天上有地下無的 結果他是不是真的相信 他大概不是 很多這些人其實他是多神論地相信 這個人就算他不是多神論 他其實真的急忙的時候就找耶穌 不是耶穌 找耶穌華過橋而已 他是不是真信呢 他不是 但是這個是一個圖畫 是一個預表 是一個影子 告訴你甚麼 如果你們這班秘魯回歸 真心悔改 真是極其謙卑 真是祈禱天國來臨 真是祈禱赦罪的人 上帝的國必 臨到你們的當中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不要誤會 覺得他看得這麼好 我相信聶王記的那個所寫的是正確的 但我也相信這是一個事實 只不過你要知道 正如當上帝去審判一個人 譬如有一個人他在公理堂受洗 然後很多年沒有回歸 突然有一天生癌症 你知道他第一天會想甚麼 這麼多年沒有回過公理堂 是不是要回去做一個控獻呢 怕是否上帝在這裡會詛咒我呢 那他會回來 那當然也是一個福音的機會 但是通常這種人之後 想說牧師爺幫我祈禱 幫你祈禱 上帝廉問你 那他很忠心地來了幾個月 接著醫生說 奇蹟 醫好了 通常會發生甚麼事 就是出來做個見證 寫了個支票 接著隔兩個星期就走了 你明白嗎 他的悔改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我真的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是很經常發生的事情 但是他的悔改是否真是悔改 未必是悔改 是吧 但是如果他真是 這個影子指向將來 他真是會悔改的話 上帝的國會臨道 OK 好 是的 沒有